我们目前的最大的敌人 我明确一点告诉你们 是分离主义 分离主义是最大的敌人 很多东西都有可能长成分离主义 但是那些东西在长成分离主义之前 它未必是分离主义 据我了解的消息是 美国的 或者说英国的 一些 从我国的 之前的一个地区 流亡出去的一部分 无政府主义者 据我了解的信息 这些人在上个月 又有一些偷偷回来了 那么这些人就是 打着 这些人身份就无政府主义 所以我最近为什么我举报那个无政府主义网站 因为我有很大的理由 去 去推测 这些人应该是认识的 这些人应该是认识的 某个边险 某个边险小城 或者说某个岛屿 以及是这个英国和美国 都有一些流亡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些人实质上呢 他们会打着无政府主义的旗号做的事情呢 实际上是分离主义 实际上是分离主义 分离主义 想要从一个统一的 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 或者是一个大型 民族共同体当中 获得它的局部的 裂开来 分离主义 分裂主义 这种人 那么我在 我在这里啊 明确告诉各位 分离主义的实质 并不是取得独立自主 分离主义的实质 是殖民主义 是资本主义的 殖民主义的新的形态 分离主义的实质 是一种后殖民主义 我们最大的敌人 或许说我们很容易 遇到的一个 很多东西 它实质上是分离主义 但是它会套各种 皮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 无政府主义 他们会套这种皮 这种无政府主义呢 它会使得 想要把某些地区 割裂开来 单独融入资本主义 国际秩序 让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 让跨国资本来主导 那个地方的社会关系 然后就说这个地方 就是局部的实现了 无政府主义 一种什么净润 在资本主义 国际 国际资产阶级当局的 控制之下的一个 所谓的 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 尤其是他们就想把那边 幻想可以把一个金融 金融的一个城市 或者说幻想把一个这个 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 分工体系里面 有一个比较利润 相对丰厚的一个 一个省份 他们想把它转化成一种 所谓叫无政府主义 那么它的实质是分离主义 同样的 这样的分离主义也会表现为 有的时候一些啊 大的主体民族的沙文主义 其实表面上看 它是主体民族的沙文主义 但是其实它也是想要 让一部分省份啊 摆脱一个啊 一个统一的中央权力的控制 融入国际资本主义秩序当中去 这样的比如说我点名到 狭隘的大汉族主义 狭隘的大汉族主义 也可以是一种表现为一种分离主义 或者说他 不仅他自己表现为一种分离主义 他也可能会促成 其他边缘地区的分离主义 就会去认其他边缘地区的分离主义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实际上是和国际资产阶级 国际资本主义当局 欧美的大型的 占优势的帝国主义资本 其实和他们达成协议了 背叛多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 背叛人民 背叛劳动群众的长远利益 这里面有典型的一种叙事 我明确说了 三和四省 三和四省这种叙事 搞什么三和大学 这里面这种 但是他是说是 他以这个汉族正统自居的四个省份 汉民族发源地 但是我说了这样的思潮 是有可能酝酿出 酝酿出地域歧视的 他至少会导致地方主义 当然说他不一定会导致分离主义 但是说一旦这样的地方主义 盛宵成上 他就会为其他的一些 更容易融入国际资本主义秩序的一些 分离主义势力 分离主义的思潮 提供借口和把柄 提供借口和把柄 所以不要轻易的去搞这种 大汉族民族日系叙事 或者三和四省 这些汉族同胞 汉族省份都是受苦的 都是辈子 怎么样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看清楚 有很多一些 我们说他说打着独立自主旗号 以某个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的 这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史 把它美化 把它这个说说 他自古以来 他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民族内核 然后在一个现代化的进程当中 他通过某种方式 他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民族认同 然后他就可以割据出一片领土 从之前的母国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身上 割据出一片领土 那么又把它鼓吹成是一种独立自主 他如果仅仅是描述个历史现实 过程当中对于相应的人物进行过分美化 也是有问题的 那在 期盼这样的人物出来 期盼这样的分离主义投机客出来 深拔印造一个自古以来 他有他相对独立的民族认同 这个地区 如果说在一个相对动荡的过程当中 他就可以在那里割据 或在那里违背 先交投命状 向国际资产阶级交投命状 镇压他自己的无产阶级 然后呢 再向他的母国发起进攻 实现他的这个地缘胜利 局部的一个地缘军事形成 然后他就可以 看上去 俨然就像一个现代民族之父 这个 我们不妨去了解一下 什么南斯拉夫的历史 南联盟的历史 塞尔维亚的主体民族地位 为什么丢失了这种问题 大赛族主义 最终也会导致分离主义的现实了 这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大的主体民族主义 会导致分离主义的结果 所以不要上这个 上这个档 不要中这个招 有些民族主义者 我说了 大的主体民族主义 或者说你那个大的这个 这个 和国家对应的那个统一的 中华民族 如果你过分强调 他当中的主体民族 过分强调某某个单一文化 单一民族叙事 单一的历史的一个 正统性叙事的话 都有可能受人以柄 都有可能被别人利用的来 你这种地方主义或者你这种狭隘的沙文主义 不要 不要沙文主义化 否则会被人利用来 撩拨其他的一些相对弱势的相对边缘的 其他民族的他的分离主义倾向 对不对 你本来是 确实是这个这个家里面 你是这个很大的一个分量 但是你不能 不能变得非常的这个暴躁啊 不能变得非常的武断啊 不能非常的就无视 家庭其他成员的感受 否则是把家庭的其他成员往对立面去推啊 那我们要说了就是说 我们绝不容许 我们绝不容许 出现这样的这个地缘的这个 我们最后要就地缘的这个外围板块啊 脱离绝不容许 绝不容许 我们的这个少数民族兄弟同胞 他们的利益 他们的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 以及他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是要在我们的民族团结的大家庭当中 才能够最好的得到保障的 地缘局势的动荡 分离主义 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这个盛行 都会给各族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啊 带来毫无必要的仇恨啊 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 那么最终都是逼迫其中的这个一部分啊 把另外一部分残杀 然后当投名状啊 邀请域外势力来干涉 当投名状要融入国际资本主义秩序 当投名状来找个主子给自己撑腰 让自己犯下的这些罪过 造成这些仇恨呢 可以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啊 来撑腰 那么就不要去制造这样的仇恨啊 就维持一个和睦的关系啊 刻意去制造这样的仇恨 刻意去挑拨啊 夸大扭曲啊 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的啊 多民族之间的一些啊 细小的一些冲突 都是在啊 都是居心否则的啊 这样的做法都是居心否则 都是刻意而为之的 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所以对于 我国 以及广大的东亚无产阶级 有一个统一的多民族 我们甚至说我们国家的存在 是可以给东南亚做范本的 我始终认为我们国家的 这样的一种多民族和睦的统一的存在的状况 是可以给东南亚 好多国家做范本的 东南亚的好多国家是没做到这一点的 东南亚好国家好多还是一个 这是什么啊 有是什么各种民地舞半歌剧状态的 他们都是失败的 我们国家非常良好的 可以作为一个示范 那么这个示范就意味着说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和睦的和谐的安定的多民族国家 并且我们的统一 我们还要进一步一统 我们还进一步实现国家的彻底统一 完整统一 这么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安定和谐的啊 这么一个巨大的版图 它是我们甚至要说的不仅是我国的 而且是东亚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 最为宝贵的最为珍贵的财富 维护国家统一完整 反对一切分裂力量 反对一切分离主义的啊 这种狂妄的啊 这种注定失败的这种图谋 它是每一个 每一个我们是说东亚无产阶级的啊 在国际资本主义分工当中承担啊 重大的这么一个啊 其实是一个被剥削或者说半剥削状态 我们国家已经紧 尽全力的从这个国际资本主义分工的关系当中呢 为我国的无产阶级争取利益份额 是遥遥 好于是非常非常显著的是优于东南亚 或者印度南亚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你们自己看 我靠生产同样的东西 你在东南亚 在印度 那什么工资水平 你美元计价 你能买多少燃油 买多少粮食 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么一个统一的啊 安宁的 并且进一步要实现国家的彻底完整的统一的 有这么一个伟大的啊 伟大的民族使命啊 有这么一个长远的战略意图 我们这个长远的战略意图呢 不仅要实现我们国家的啊 彻底的统一 要帮助啊 周围的这个啊 要促成啊 其实是要促成 就是说 只要我们能够把美帝国主义 西方啊 帝国主义的干涉力量驱逐出去 那么我们的邻居啊 也能够实现他们的统一 也能够实现他的多民族的安定 当然可以实现他多民族安定的 东南亚有些国家 你看他的这种半割据状态啊 都是他的前殖民地宗主啊 他的这个遥控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相应的调查呀 就是说啊 你说他好多其实啊 他们的这个 好多他们国内的一些游历的政治力量 简单来说嘛 比如说什么缅甸啊 泰国啊 他们会有一些游历的政治力量 不同意识形态色谱的 都是流亡在法国或者荷兰啊 或者说英国啊 爱尔兰啊 我们可以就去找到了这些知识分子 这些他们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啊 他们都是服务于他们内部的分离主义的啊 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当中呢 有好多我们只是呃 研究的其中的一部分啊 我们研究的其中一部分啊 对有打着共产主义幌子的 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 打着共产主义幌子的 打着共产主义幌子的啊 他们好多就是他就是 你一个两个的也就那样了 你竟然有好几个 而且就甚至他里面的一些这个游历的政治势力的那个什么 那账号那啥的感觉都是什么 法国的哪个谁哪个局批量注册的啊 法国的或者说是英国的哪个什么啊 哪个机构批量注册的 这种东西真的是 所以说他们这些东南亚这些国家啊 这些岛啊 这些半岛上面的一些政治势力 它处在那样一种啊 迟迟未能良性统一 以及迟迟未能啊 实现它的真正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 具有其民族前途 具有其这个东南亚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啊 代表性的啊 一个统治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殖民当局啊 它之前的殖民当局 它以及包括现在的它的一些这个啊 这个国际资本主义的利益的宗主啊 在遥控和操纵他们 我们能够胜利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个民族的完整统一 彻底统一的话 那么这个战略的关系 就能够得到实质性的决定性的扭转啊 我们能够把这些域外力量清除出啊 这些本应享有民族独立啊 本应享有这个和睦而统一的啊 这个国内环境的啊 我们这些啊 这些国家啊 从当中清除出去 那么这个过程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啊 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的一个过程 我们也要随时随地的提防着别人啊 对我们发起的这样的一个渗透啊 进攻啊 以及对我们进行的这个欺瞒啊 愚弄啊 以及对我们进行的这种各式各样的诱导啊 各式各样的潜移默化的软性的影响 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决心和清醒的头脑 去不停的去判断和鉴别 哪些内容在不停的引导一种啊 只要这样分离出去啊 你就是什么独立自主了 你就可以过上北欧式的好生活了 只要这样分离出去啊 你这个什么在国际资本主义金融分工体系之下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永远的一个温拿啊 就可以一直前沿脚目 只要这样分离出去啊 就有很多不公平的这个东西就可以满足啊 就可以被扭转啊 不公平的关系啊 这个什么教育资源啊 什么什么资源又可以得到一个良好的分配 只要这样啊 对于一些弱势群体少数族裔的这个优待 就取消了 我们就不用承受那么大的负担了 类似的分离主义的说辞 打着各式样的旗号和幌子 甚至说这样的分离主义的说辞啊 还打着举个例子啊 说什么天下大乱了 要在这个什么 要在什么内陆省份啊 搞歌剧或什么呀 我们始终不认为 当然说他作为一个 要看是什么情况啊 如果说到时候这个这些力量是可以反制 呃一个那些分离主义势力的 而是可以力挽狂澜的 那么这样的决心呢 也是值得钦佩的 但是说我不认为局势会坏到那个程度 全天下的有识之士 全天下的这个 知道这个我国的实书裔人民是不能够绝不允许啊 再走苏东的老路绝不允许再走南斯拉夫的老路 过程当中是无数的人间惨剧 我们所有的有识之士 有 只要你有底线性的良心 只要你有基本的政治判断 只要你对于人类甚至说对于人类还有起码的同情 还有起码的自我认同是个人类 都不能够允许去放纵出现这样的局面 因为到时候如果说被辽薄出来 分离主义势力做大 那都是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的这个同胞 这个要遭受各式样的这个家破人亡的这种苦难 我们绝不允许历史有那么一个分支 我们绝不允许现实往那个历史分支的任何一个角度去窃进 一旦我们发现任何人想要去鼓吹 想要去实行 想要去蒙混过关 想要去诱导这样一个倾向 我们要坚决的和他做斗争 我们要想尽一切方法 要让人民群众擦亮眼睛 识破他们的本来面目 啊 我们要尽一切办法 要像这个天日朝朝向这个公众啊 想揭穿他们的丑陋嘴脸 这个东西不是说的完的 这个东西是决定了我们未来的 未来的这个社会安定啊 这个东西决定的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下一代 甚至我们自己的这个中年和晚年 我们绝不允许出现那样的状况 任何人试图去那样做 我们一定要坚决的彻底的将它消灭 啊 但是我们当然我们没有权利的啊 就是我们是会为我们说的就是说代表 我刚刚呼喊的这些口号呢 其实说代表是一个大家的共同体的意志啊 我知道我们不是指的是我和我的这些做生意的 或者说那个啊 啊 学了一疯性爱心的做好事的这 我的一群小伙伴了 不是 我是指的是我们的这个共同体啊 我是指的是我们共同体当中的有识之士啊 有身力量啊 我们会一并努力啊 我 在互联网上 我会 去甄别啊 去 戳穿这样的把戏啊 去 随时随地警惕的去找到 然后说反对分离主义反对分离主义 为什么要反对分离主义 因为归根结底分离主义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先锋 国际资本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先锋 他试图是要对于 啊 啊 我想想想要进行拆解和知己啊 那么这样的图谋啊 对于我们进行一个知己和拆解啊 要对我们造成无限的 亿万的苦难 我们绝不容许 绝对不容许 他们是没有 被一种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生活隔绝开来的 他们那些什么黄金八亿人口 你就说到时候指望他们良心发现 到时候就是个面包糠裹着的 都被这西方那种主流传媒给他面包糠裹着啊 他只会说我们到时候什么乱了陷入内战了什么什么 我们在自相残杀的然后还进一步搞民族主义说的 这丑话污蔑我们 我们绝不容许任何形式的分离主义 再强调一遍啊 你打着任何旗号 你打着任何旗号 只要你有这么一点点想法 你就是我们的四敌 无论你打着任何旗号 你就是我们的四敌 好吧 那就讲到这里啊 那就讲到这里